是因为疫情期间紧急救助金CERB花费太大了吗?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面对反对党提前大选的提议,面对自己丑闻的调查,加拿大财长周一突然请辞,特鲁多是为了丢居宝帅吗? 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这次小土豆的信任危机。 大家好,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视台的北美新鲜事栏目,我们每期精选加拿大及北美最新的人们话题,挖掘新闻真相,拨开迷雾看见本质,希望大家即使订阅本频道,已不再错过最新的话题。 加拿大财政部长比尔·莫诺17日宣布辞任财长及议员职务。 媒体上周报道,莫诺与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就政府预算有分歧。 另外,加拿大议会正在调查特鲁多和莫诺与一家慈善组织的关联是否违法。 莫诺当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上午当面向特鲁多提出辞任财长。 莫诺说,在我们进入抗击新冠疫情下一阶段为经济复苏做准备之际,我们必须承认,这个过程将持续许多年。 是时候由一名新财长执行这一计划,因此,我辞任财长和议员。 至于今后去向,莫诺说,他将竞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一任秘书长。 特鲁多随后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当天与莫诺见面并接受辞职,感谢莫诺过去五年所做工作。 特鲁多说,加拿大政府将支持莫诺竞选金河组织秘书长。 金河组织1961年创立,目前有37个成员国,多数是发达国家。 特鲁多2015年带领自由党赢得加拿大联邦议会众议院选举并出任总理,任命莫诺为财长。 加拿大政府上月预估,政府2020-2021财政年度预算赤字将达3420亿加拿大元,约合2534亿美元。 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高。 特鲁多上周发表声明,说他完全信任莫诺。 不过,媒体报道,特鲁多与莫诺就政府预算有分歧。 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鲁多希望政府明年大规模投资与环境有关的项目, 以发展绿色经济而莫诺不赞成为环境项目投入太多钱。 因为不确定这类项目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国家经济从新冠疫情冲击中恢复。 反对党加拿大保守党领导人安德鲁·希尔则称, 莫诺与特鲁多的分歧是执政党为莫诺辞职编造的缘由。 政府深陷丑闻,特鲁多斩断右手丢鞠暴帅以图自救。 希尔所提丑闻指加拿大议会正在调查特鲁多和莫诺与一家慈善组织的关联是否违法。 加拿大议会利益冲突和道德规范专员马里奥迪翁7月先后宣布调查特鲁多和莫诺。 其因是两名反对党议员指控特鲁多违反加拿大联邦利益冲突法。 加拿大政府6月底与我们慈善组织签订合同, 将一项资助就职困难学生的9亿家园项目交给这家组织管理。 媒体随后披露,特鲁多和莫诺及两人的亲属与这家慈善组织有利益关联。 特鲁多的母亲、弟弟和妻子多次参加这家组织的活动并获得报酬。 莫诺的女儿受雇于这家组织。 加拿大政府7月初与我们慈善组织终止合作, 特鲁多和莫诺承认, 他们本应回避内阁关于是否与这家组织合作的讨论。 加拿大联邦议会利益冲突与道德专员马里奥迪翁当地时间7月3日宣布, 他将对总理特鲁多是否帮助一家名为我们的慈善机构获取政府合同而进行调查。 之所以说特鲁多又被调查, 是因为这是特鲁多2015年成为加拿大总理以来, 第三次被道德专员调查。 特鲁多也由此成为加拿大历史上因为违反利益冲突法遭到调查次数最多的总理。 下面就回顾一下, 特鲁多三次遭到调查都是因为什么? 第一次全家乘坐私人飞机海岛度假, 特鲁多第一次遭到道德专员调查, 是为了一家之私。 2016年12月26日到2017年1月4日期间, 特鲁多一家五口及党内好友接受阿加汉四世Argocon IV的邀请, 前往阿加汉在加勒比海上的私人小岛贝尔岛度假, 此事很快就被媒体曝光。 时任议会道德专员玛丽道森Mary Dawson决定对她进行调查。 2017年12月20日, 在经过长达11个月的调查后作出结论, 玛丽道森认定总理特鲁多此前乘坐私人飞机前往加勒比一个小岛度假的行为违反了利益冲突法。 道森在调查报告中指出, 特鲁多有四项违法事实, 为在安排私人事务的同时避免利益冲突, 接受已注册的游说公司的邀请前往私人岛屿并接受免费住宿。 乘坐私人飞机旅行, 面对有关他可能为他人谋取私利的怀疑时依然雇我。 据了解, 特鲁多一家当时先是乘坐政府专机前往巴哈马首都拿骚, 在那里转成阿加汉四式的私人直升机飞往100多公里以外的贝尔岛度假。 阿加汉是对伊斯兰教什叶派伊斯玛一派领袖的称谓, 阿加汉四式本名卡里姆侯赛因, 是全球知名的富翁之一。 在加拿大, 阿加汉是一位名人, 他名下有在加拿大注册的游说公司。 加拿大政府则资助过他名下的基金数亿家园。 在特鲁多的父亲皮埃尔特鲁多的葬礼上, 阿加汉四式是护灵人之一。 由此可见, 阿加汉四式确实是特鲁多家族的朋友。 特鲁多也多次接受阿加汉四式的邀请, 前往贝尔岛度假。 2014年12月一次, 2016年12月一次, 2016年3月, 在道德专员调查过程中, 又去了一次。 这一次就是道森结论的第四条所指出的情形, 面对有关他可能为他人谋取私利的怀疑时依然雇我。 加拿大利益冲突法中有关于内阁成员及其家人驻守不得乘坐私人飞机的明文规定。 在加拿大利益冲突法中, 有着明确的规定, 不得乘坐私人飞机, 如果确实需要, 应该首先得到道德专员的允许。 特鲁多对这些规定全部置之不理。 在道森的调查报告公布后, 面对公众压力, 特鲁多不得不表示了歉意。 不过, 他并没有正式道歉, 只是说了一句非正式的不好意思, sorry。 按照规定, 特鲁多应该自己掏钱补交这次度假的花销。 据加拿大媒体的统计, 他这一趟度假的实际花销应该在21.5万加元以上。 其中, 仅安保费用就高达7.2万加元。 但是特鲁多最后补交了多少钱呢? 只是4900加元。 第二次被调查, 干预司法插手蓝万林公司案。 特鲁多第二次遭到道德专员调查, 是为了一党之私。 2018年9月到12月, 时任联邦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的乔迪·威尔逊·雷布尔德女士按照法律程序, 准备对一家名为SNC蓝万林的建筑公司提起诉讼。 一旦起诉, 这家加拿大建筑巨头就不能从加拿大各级政府获得工程项目。 就在这时, 迪温开始对特鲁多是否违反了《利益冲突法》进行调查。 2019年8月14日, 迪温公布了调查报告, 确认总理本人并通过其高级官员, 使用多种方式对威尔逊·雷布尔德女士施加了影响。 这种行文违反了《利益冲突法》第九条。 加拿大《利益冲突法》第九条有明确规定, 公职人员不得利用其公职寻求对他人的决定施加影响, 以攫取其本人亲属朋友的私利, 或者不正当地维护其他人的利益。 威尔逊·雷布尔德女士当时担任的职位是联邦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 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 特鲁多确实干预了司法。 但是,特鲁多这次表现得非常强硬。 即便是道德专员的报告认定他违反了《利益冲突法》中的第九条, 他自始至终都没有为此道歉。 特鲁多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强硬。 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一个借口。 他一直强调,这么做是为了防止蓝万灵公司裁员导致的大量失业。 果真如此吗? 早在2019年3月15日, 加拿大金融邮报就在题为为什么特鲁多说他保护蓝万灵公司的就业完全是胡扯的文章中指出。 蓝万灵公司有9000名雇员, 就算全部失业, 也仅占加拿大就业人口的0.05%。 特鲁多并不介意。 特鲁多在意的是保护他和自由党在魁北克省的政治利益。 因为蓝万灵公司的总部在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市, 而魁北克省是自由党的主要票仓。 特鲁多本人的选区则在蒙特利尔市。 可悲的是, 特鲁多最终还是成功地把干预司法说成了避免工人失业。 这么一来, 他的支持率不降反升。 当时, Ledger公司当时所做的民调结果显示, 加拿大民众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因为特鲁多干预司法而降低对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的支持, 反而是利用蓝万灵公司攻击自由党的保守党的支持率下降了三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 在加拿大, 所谓的司法独立并不像特鲁多言之凿凿的那样不可触碰。 只要能有利于获得选票, 就没有什么界限。 特鲁多第三次遭到道德专员调查, 就是这次因为以权谋私。 特鲁多的妻子苏菲从2012年起就担任这家机构的形象大使, 多次参加他们的活动。 还记得苏菲今年3月初被感染新冠病毒吗? 他之所以被感染, 就是因为他当时前往英国伦敦出席这家机构的庆祝活动。 不仅如此, 包括特鲁多本人、 特鲁多的母亲马格丽特, 以及特鲁多的弟弟亚历山大在内, 不仅近年来多次参加这家慈善机构的活动, 还与这个机构的创始人克雷格、克雷格和马克基尔伯格、 Mark Kiehlberger兄弟俩关系密切。 这家慈善机构是由克雷格和马克兄弟俩在1995年创立的, 到现在也有25年的时间了。 总理全家都与一家慈善机构关系密切, 这个事确实有点而不同寻常。 今年6月, 这家慈善机构获得了联邦政府价值9亿家园的学生资助计划的独家管理权。 如此巨额的合同, 又是独家管理。 特鲁多领导下的联邦政府, 对这家机构可谓关爱有加。 外界怀疑, 这家机构可能就是凭着与特鲁多一家的密切关系而获得这个合同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 难道仅仅是因为关系好就唯独对他们如此慷慨? 新民党国会议员道德监督员查理安格斯认为, 政府本来有能力管理大型福利计划, 把这个计划外包不仅多此一举, 而且散发着裙带关系的臭味。 从为了一家之私, 升级到为了一党之私, 再到如今的家私党私兼顾, 随着执政经验的丰富, 特鲁多的失德也在逐步升级。 因为这些不信任的增加, 国会下议院举行的夏季会议上, 除了讨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联邦政府采取的措施, 各反对党与自由党就WE丑闻事件展开激烈讨论, 特鲁多当时没有出席。 魁仁政团党领表示, 若总理特鲁多及其财长莫诺都不辞职, 他会推动今年秋季举行联邦大选。 他指, 在WE丑闻事件后, 特鲁多政府已经不值得公众信任, 若他们仍然不请辞, 他已经准备好提出不信任动议。 加拿大选举局正就在疫情期间安全举行大选做好准备。 若其他政党支持这个不信任动议, 加拿大将在疫情期间举行联邦大选, 面对反对党的提前大选威胁。 本次的财长请辞, 换个职位当官就很明显丢居宝帅的意味了。 那么特鲁多是否可以再次逃过这一关呢? 请关注本台的